他随便看了纪录片 明晴学员的极乐青春 才知道在日本多数的起从学校 为了让学生融入主流社会 会以科语读纯语来教学 但是明晴学员却主张手语教学 而且还鼓励学生说听不见不会敌人一等 只是体验一个不同的世界 当学校有重要的事情时 同学们还会一起讨论 他随便发现 这里因为可以用手语自由表达学习 学生们更能够勇敢做梦 就算国中毕业以后 必须离开明晴 但也更有勇气去改变障碍的世界